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18号的消息称 韩国确诊首例感染在巴西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的病例 但南非发现的变异病毒感染病例也新增一例 日本广播协会17号报道 面对严峻新冠疫情 日本多地进入紧急状态 食品批发商因此面临货物撤销 过期食品增多的困境 以上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各位好我是眼灵 这半小时我们来集中关注咱们国家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最新的消息 北京石家庄通话分别召开了疫情防控发布会 来关注发布会上的信息 还会关注中国之声专访河北省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组长 了解一下患者救治情况怎么样 归走你啥你 蓝蛇归走你 去甲全蓝蛇归走你 中国移动全千兆来了 畅享5G网络加关全 连速WiFi全无智能 回服务随降 送有海量千兆应用 全家生5G致享 千兆中国移动 爱到有远大别 营家木椒 生态洞藏 国人的营兵椒 我是吴京 我是张慈怡 我坚信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非恨奶粉 新鲜生牛乳制作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育 被妈妈选择 最后买份 高端销量 遥遥领轩 今天上午11点 吉林省通话市 召开了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介绍疫情防控情况 以及应对的措施 我们来看一下会上传来的最近 通话的发布会上新冠肺炎病毒肺炎的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指挥长 通话市副市长蒋海燕介绍说 1月17号的0到24点全市新增确诊病例是17例 无症状感染 因为隔离管控人员主动筛查发现的 而且直到昨天晚上24点 通话市区 是40万7891份 实现通话冬季常住人口的全员覆盖 同时抓好二全员检测准备 或者是那 谢谢大家